欢迎大家收看真评西藏 我是玉珍代引评西藏 春天来了 西藏这边呢 也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春耕季 按照葬礼传统 在开耕前 农民们都会举行隆重的开耕仪式 那么今天呢 大家跟随玉珍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吧 现在他们的温宜也快开始了 今天呢下了一场好大的雪 俗话说锐雪照丰年 今年肯定有可能 好好收成 开耕仪式进行前 人们会在田野里面威丧 威丧也是藏族民众 祈福的一种形式 丧则是在丧叶上面 加上青柯面 一桶焚烧 祈求风调雨顺 村民们穿上节日盛装 手捧寓意五股丰登的切玛 和象征丰收吉祥的青柯苗等 排成一列 给今年属相相合的妇女和男子 唱起斜青 这同样也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 今年有个好收成 随后村民把打扮精致的拖拉机 开到田野里排成一队 拖拉机头上也挂上了各种葬式吉祥的花纹图案 有今年属相相合的妇女和男子 开头敞开新春的第一礼 其他村民也跟着排队开始春耕春波 忙碌丰收的一年就此开启